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此 我今见闻得受此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下 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同修 诸位老菩萨 大家早安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印光大师所讲解的这个 十念法的资料 我们上一堂课跟大家讲到 请大家看到一百五十六页 倒数第二行 一百五十六页倒数第二行 印光主师啊 告诉我们念佛啊 最重要的 先要摄耳必听 就是耳朵专听阿弥陀佛这句佛号 然后呢 我们的念头 念阿弥陀佛 嘴巴念阿弥陀佛 那么虽然你嘴巴如果你是默念 但是呢 你的心啊 要想着你的嘴巴在念佛 心念得清清楚楚 嘴巴念得清清楚楚 耳朵听得清清楚楚 那么主师讲了 这个妄心呢 它就会自然而然 久了以后啊 就会消失了 那么 但是 如果说妄念特别多 情直啦 或者是恶念特别强的时候 那你就要用十念法了 主师讲这个十念法是最色心 最究竟的念佛方法 那么他自己呢 那么他自己呢 也用了很多时间去研究 去认真的实践 他告诉我们呢 他每一次妄念起来 他就用十念法来念 果然 每一次都能够止住烦恼 止住这个妄念 所以他告诉我们呢 屡事屡厌 百事不爽 所以他希望呢 这个十念法可以普传后世 帮助所有啊 念佛不得力的同修啊 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看到万能修 万能去 那么 去哪里呢 去极乐世界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内容 所谓 所谓十念技术者 当念佛时 从一句至十句 需念的分明 仍需记的分明 那么 祖师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十念法呢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啊 从 第一句 阿弥陀佛 到 第十句 一句一句的念 更重要的是 必须要念得 清清楚楚 阿弥陀佛 还有呢 记得清清楚楚 好 我们念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你就要知道它是 一句了 念三句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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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句 不要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阿弥陀佛三 这种数数的方法呢 它 當然很方便 很好 系 那它 是不是开始念法呢 它是 阿弥陀佛 但是这样子的念法 它不是计数 它等於是数数 啊 它是属术 它没有技术那么的 射受 这么的射心 因为我们念佛的目的是为了 把妄念转成佛号 所以胡晓琳老师呢 他在讲解这个实念法的时候 他有说到 如果你真的记不住 那么你初学的人 是可以允许 属术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阿弥陀佛三 阿弥陀佛四 阿弥陀佛五 阿弥陀佛六 阿弥陀佛七 阿弥陀佛八 阿弥陀佛九 阿弥陀佛十 但是这个太容易 这个绝对是初学方便 所以学了一两个礼拜以后 你就要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拿掉 因为这个也不够清净 你那个佛号里面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不够清净 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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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由于是技术的关系 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佛号 有 那么我们知不知道第几生 知道 我们有没有数数 没有 所以我们心里面 虽然知道佛号是第几生 但是呢 我们的心 全部都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而已 他非常的色心 所以诸位老菩萨 记得 十念法一定要技术 如果你记不住 后面 有方法教大家 一定要技术 如果你不技术 那就不算 十念技术法了 那你要得到 这个 我们 祖师 所讲的 孙玉 孙玉 启望 力不辖 这一个功夫啊 你就不容易得到 这个孙玉 启望 力不辖 就是 我们的望念 再多 再强 我们都不用担心 因为呢 只要用十念法技术下去 你的望念一定转成佛号 你什么样的念头 通通都剩下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呢 那我们念久了以后 我们对往生极乐世界 我们就有信心 我们就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望念能够转成佛号 这个叫做转烦恼成菩提 望念又叫做转回心 所想的事情 无论是善还是恶 无非就是转回 心想什么 那么你就变什么境界 心想善 你得善的境界 心想恶 你得恶的境界 那心想佛 你当然 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 如果我们的心啊 都是望念 都是轮回 那么我们要去极乐世界 可以说就没有办法了 那如果我们用十念法念的话呢 你什么望念都有办法转成佛号 那当然 我们的念头 最后一直念下去 就只剩下阿弥陀佛了 那么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啊 自信信要 这个自信信要是很重要的 就是 你真想去极乐世界 你相信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更重要 有待业往生 这一桩事情 这个待业往生 很重要啊 有很多人不相信啊 在 净土经论里面 就有 说到 这个待业往生的事情 为什么 每一辈呢 都有品味 下品 中品 上品 所以 仕途三倍 就有九品 那这个就是 待业往生的证明 而且呢 待业里头 有 有 急重罪业的 也可以待业 我们查到资料啊 就算你 曾经造了 五逆十二重罪 只要你真正 忏悔念佛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在 古代 佛在世的时候 就有 居士 张善和 他是唐朝人 他天天杀牛 这是他的行业 那么后来呢 有一天 牛头人来了 要给他索命 他很害怕 他大叫救命啊 救命啊 那么他的姻缘很好 在这个时候啊 有一位出家人啊 从他家的门口经过 听到屋内有人喊救命 他知道了 这是什么 这是 恶报现前了 他要去救他 赶快点了一把箱 然后呢 打开 然后呢 打开 门 然后就把这个 箱啊 交给这个 张善和居士 他告诉他 你现在 赶快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你一心念 结果呢 这个张居士啊 他相信了 相信就有功德了 他相信 马上接过来 大声念 南无阿弥陀佛 他肯念 就是他有福德 相信是有善根 肯念是有福德 一直不间断 就是有因缘 那么他念下去之后呢 果然 这个 牛头人 消失了 师父没有讲错 真的 念南无阿弥陀佛 可以救我啊 然后呢 这个法师告诉他 你现在呢 牛头人消失了 你不要停啊 你要继续念阿弥陀佛 等一下阿弥陀佛就接你 往生极乐世界了 如果你停下来 牛头人又来了 这个张善和居士呢 他真的相信 然后呢 他想去极乐世界了 他一心念阿弥陀佛 你看 相信 然后呢 真正依教奉行 这个就有信愿了 然后不间断 当然 他往生的因缘 就聚足了 后来往生极乐世界 还有啊 在宋朝啊 有一位 银科法师 那么他是一位出家人 虽然出家了 但是对于这个戒律啊 他没有办法 受此 所以呢 他后来 破戒了 那么在经上记载 破戒要做地狱的 银科法师好在哪里 他好在他相信英国 他就是相信英国 所以他很害怕 下地狱 后来呢 就找了很多的 他的 同餐道友 就问大家 你们有没有方法 能够救救我 不堕地狱 免受地狱之苦 他的同餐道友啊 就送给他一本 网生传 他看到网生传的内容啊 他看到痛哭流停 他相信有极乐世界啊 他真想去啊 后来呢 把房间的门关起来 他呢 一心念佛 念了三天三夜 阿弥陀佛 来了 阿弥陀佛来了 告诉他 银科法师啊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啊 诸位同兄 大家去想想看 这个有多殊胜啊 如果你还 你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阿弥陀佛提前来 告诉你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这代表你念佛 念得很真诚啊 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好好修行 十年后 我来接你去极乐世界 银科法师跟阿弥陀佛讲 说十年的寿命 我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世间 诱惑太大了 我怕 我再过十年啊 我又造了 不晓得 多少的罪业了 我希望了 现在 马上就去极乐世界 银科法师 他真的想去西方 真相信 真想去西方 阿弥陀佛 就接他往生 所以诸位同修 四十八月 绝对不是骗人 你可以去对照 很多往生的故事 四十八月 阿弥陀佛讲 自信信要 就是一心一意 想极乐世界 你相信 你发愿 我们看到往生传 没有一个不接走 你看 后来银科法师 他的要求就是 他要马上往生极乐世界 他相信有极乐世界 他真的想去 这个才是 真正的功德 结果呢 阿弥陀佛说 好 三天后 我来接你 那么第二天早上 银科法师 把房间的门打开 然后呢 告诉 整个寺庙的联友 还有他的同餐道友 我三天后 就要去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说 要接我去西方 大家听了以后 把他当笑话 为什么 三天前 银科法师 来求我们帮你 哭哭啼啼 说你业障有多重 破戒 怎么样怎么样 你要堕地狱了 结果你才念三天的佛 房间打开 跟我们讲 你要去极乐世界了 人家把他当神经 清聘 无所八道 因为从来没见过嘛 但是大家也想一想 只有三天的时间嘛 不如呢 三天后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结果到了第三天 早上起床 银科法师呢 他到大殿 他到大殿 跟大家讲 我今天要去极乐世界了 今天可不可以把这个早课啊 什么持咒啦 统统给他转成 念阿弥陀佛就好了 可不可以啊 大家送我一层吧 大家说好啊 后来呢 大家就开始念阿弥陀佛 念了没多久啊 银科法师讲 阿弥陀佛来了 他要接我去西方了 感谢大家 就走了 往生了 这个在 往生传里头有记载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要知道啊 你 真的要去极乐世界了 不要搞假的 先问问自己 是不是真的要去 不是 不是你赶快多听经 要听到相信为止 要听到你真的 要去极乐世界 不是明天去 是今天去 不是等一下去 是现在要去 这个很重要啊 如果你没有到 这个程度的话 你要去极乐世界 骗人的 那个是 以后的事了 不是现在 曾经有一个老菩萨告诉我 他要活到 高水才要去啊 九十九岁才要去啊 我觉得这个老菩萨 是佛菩萨 如果他没有讲这一句话 我不会每一次讲经都提到他 他是佛菩萨 对我们来讲 他是佛菩萨 他视线一个呢 听起来很高兴 说极乐世界很好 但是呢 他心里面 他口口声声说要去极乐世界 但是他心里面呢 却有无量无边 放不下的事情 等着他去做 他还要活到九十九岁 结果隔了两天 隔了好像是一年啊 听说呢 他跑到佛堂啊 跟这个念佛堂的堂主啊 哭诉啊 说他很苦啊 好像生病了 又放不下 所以诸位同修 信愿 非常非常重要 它是往生的关键 你到底相不相信 你到底有没有发愿 如果你真的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那么 你会依教奉行 佛教我们不能做的 你就会改 像大家发心慈戒 就是为了改过啊 慈戒很好啊 他帮助我们修行的行门 能够 增长 比如说我们讲 念阿弥陀佛 一向专念嘛 对不对 念阿弥陀佛 是把所有的妄念 转成佛号嘛 对不对 那么杀身偷盗 邪行妄语 两舌恶口其语 那不是妄念吗 我们不用这样 讲说行为了 那个是不是妄念 有妄念 当然久了 就会有行为啊 那你直接 把这个佛号 把这个佛号 压住这些 所有的 杀到阴望的念头 那不是慈戒吗 难道这一句佛号 压不住 这个妄念吗 压不住吗 压不住你怎么慈戒 所以念这一句佛号 它就帮助 慈戒了 那慈戒呢 慈戒帮助念佛 你发心慈戒 你知道很多事情 不应该做了 因为做了以后 我们妄念很多 污染很重 发心慈戒是对的 帮助我们这个 杀到阴望的念头 降福啊 我们不要说断啊 断是永远没有啊 辅助啊 帮助这个佛号啊 念佛 更得力啊 这个没有问题的 所以 诸位同修 我跟诸位讲 如果你什么 妄念 什么样的 坏习惯 改不掉 你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用实念法念佛 为什么 因为实念法 它很 我们世间话讲 很厉害 很厉害 曾经有一个老扶上 他居然用实念法念佛 念到他开车 他不晓得 他开到哪里去 为什么 因为他的念头 他会自然而然 让你的念头 都在佛号上 我就告诉他 那你这样子 你开车的时候 不要念实念法 你就肯切念佛 因为不适合技术了 也有很多人呢 技术的时候 他很多妄念都没有了 这就没错 所以我们的念头啊 这个杀到淫妄的 这些妄念的念头 常常会起来 但是如果你用实念法 你一直保持 就记住 就记住 记述 念佛 一次念实声 所有的妄念啊 都被你的这个实念法 强迫性的 一定要转成佛号 不相信的话 后面有教大家 后面有教大家 没问题的 我们试过了 年纪最轻的 五岁半 还没有六岁 他就会念了 我还教他念三次 每一次都对了 年纪最大的八十七岁 所以诸位同学 不用担心说 你念不起来 记不住 我们看底下的内容 至十句 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 念到第十声 再重来 从第一句开始念 不可二时三时 谁念谁机 不可掐住 唯凭心机 这个很重要 因为呢 实念法 它就是 目的要让我们的心 只有一句佛号 这个数数啊 掐住啊 那个都是方便 你数数 你为什么要数数 你为什么要掐住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 专注在佛号上 可是呢 最设心的 最专注的 却是记数 只要你记数 你动一个妄念 你就记不住了 比如说 有很多人他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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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声他忘了 这个是什么 第一个他不够专心 像昨天很多灵友 就记不住 就是他不够专心 他已经不专心习惯了 打妄想习惯了 所以一下子 他不好记了 那怎么办 训练阿 用实念法训练专心阿 所以 念到 一半 哇 记不住了 不晓得第几声 你再重来 你再重来 如果是共修 没关系 你这一次 十声忘记了 你下一次的十声 你就要专心了 啊 所以呢 我们呢 不要念到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不要二十三 时这样念 随念随即 不可掐住 啊 不要掐住 那么有的通修呢 他要做功课 他一天要规定的 要念好多 一天念一万 一天念五千 因为他怕他懈怠嘛 那他可不可以拿这个念珠 来作为 祭述的呢 啊 这个池州老法师啊 他是跟随过 印光祖师的 他是零年三世的 助持 那么他就有说到 如果你一定要用念珠的话 你就是念十声 拨一个珠 这个是什么 我一天要念五千声啊 一天要念一万声啊 你念十声拨一个珠 这是池州老法师 有说到 印光祖师没说 印光祖师 他告诉我们怎么念 你一到十 一到十 一到十这样念 从早到晚这样念 意思呢 他也没有叫我们什么 一天念五千 一天念一万 没有 他叫我们时时刻刻念 他就是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这样念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这叫从朝至目 从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但是有的年有呢 他一定要 一天要记五千声 还是一万声 或者他要定个功课 一天念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所以他一边的技术念佛 一边看着时间 也有啊 但是呢 这一种就是属于方便 那么我们就要知道 十念法就是一到十 一到十 一到十反复的念 为什么 因为阿弥陀佛有发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十念毕生 十念毕生怎么念 就是十句佛号 心里头一个妄念都没有 只有阿弥陀佛 这个是最标准的十念毕生 最标准 十念毕生愿 就是希望让我们的心中 只有阿弥陀佛 只有极乐世界 在临终的时候 阿弥陀佛保证 我们一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呢 我个人的心得 十念技术法 它就是 十念毕生愿的练习法 研究的结果 完全一致 完全一致 所以呢 并光祖师 它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势之菩萨再来的 我完全相信 因为他这个 练习 十念技术法 它完全符合 十念毕生愿 阿弥陀佛发了 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 十念毕生 但是你发了这个愿好啊 万能修万能去啊 问题怎么念 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 有把握的 在灵命中 十句佛号都没有忘念 谁敢讲 都没有忘念啊 你试试看 你不要念多久 念一分钟就好了 你敢讲 你都没有忘念吗 就算有忘念 完全都转成佛号吗 你敢说吗 不要讲多少了 一分钟就好了 没人敢讲 要拿出真功福出来 就算你现在可以念得了 那你生病的时候 能不能够念呢 你看很多人生病的时候 他就不念佛了 他念什么 念痛啊 痛啊 痛啊 你不相信 我 自己的经验 当然那个人不是我啦 是另外一个法师啊 他以前一天到晚跟大家讲啊 这个世间假的 梦幻泡影啊 结果有一天啊 他摔跤啊 摔到腰啊 摔得很严重啊 在疗房啊 哦痛啊 哦痛啊 很多人有去关心他啊 大家法师轮流去看他啊 那到场很多法师嘛 第一个 先去关心他了 哎呀 这个法师你好吗 好啊 但是痛啊 法师就告诉他了 你平常不是假吗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佛也是这样讲啊 假的 不是真的 好好休息啊 好好认真念佛哦 好 谢谢 谢谢 再来呢 下一位 下一位 很多法师嘛 哎呀法师啊 哎 你怎么样了 我痛啊 哎呀 哎呀 你常常跟我们讲的嘛 梦幻泡影嘛 哪里是真的呢 放下 放下 念佛 念佛最重要啊 好啊 好啊 好好休息啊 好啊 感恩 好 走了 下一位 第三个进来了 哎呀 法师 我听说你摔倒了 你怎么样啊 痛啊 痛啊 哎呀 佛有讲一句经文啊 很好啊 梦幻泡影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啦 不要当真啊 假的假的 好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就这样一直轮流 一直轮流 大家都去跟他 都去看他 到最后有一个 可能刚出家没多久 啊 法师啊 我听说你摔倒了 哎呀 我特别来看你啊 哎呀 法师啊 怎么样啦 你还好吧 啊 痛啊 法师啊 虽然我刚出家 但是我听说啊 金刚经有一句经文啊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啊 哈哈 如露依如电啊 因作如是官啊 法师 你也常常劝我们嘛 什么都是假的 不要当真嘛 不是 不是 真的假的 啊 梦幻泡影 念佛啊 念佛啊 这个法师不耐法 他说啊 哎呀 你不了解了 你不明白了 我老师告诉你 好了 痛是真的 啊 其他是假的 啊 哇 啊怎么会这样 是真的吗 痛是真的吗 哎 后来呢 隔了两个礼拜 好了 人家就问了 痛是真的吗 哈哈哈 假的啦 假的 假的 我知道了 假的 所以他也不是真理 所以 诸位同修 你平常念佛念得好 你生病有办法吗 你有办法 实念吗 都念到没有忘念吗 病的时候就念什么 痛啊 就很容易了 但是我跟诸位讲 如果你用实念法的话 不管是念痛还是念不痛 不管是念假还是念真的 还是念什么梦幻泡影 我跟诸位讲 你只要技术 你就知道了 技术 你不用技术念佛 那我不敢讲说 你一定可以转成佛号 但是如果你只要技术念佛 一样转过来 为什么 你转不过来 你怎么可能念到第十身呢 怎么可能呢 你如果转不过来的话 佛号转不过来 把这个烦恼转不过来的话 那他就念不到第十身啊 他可能第五身 第六身 他就被这个境界 顺境还是逆境给转了 他不可能念到第十身啊 那么我们要是一次念到第十身 一次念到第十身 就算有妄念 那个妄念很强 那又怎么样 你能够 你会让这个妄念继续吗 一直妄念 一个接着一个下去吗 不可能啊 你只要念佛 一次念到第十身 一次念到第十身 他最后都只有剩下佛号而已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它很重要 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不了解这个真相啊 你不会知道十念计数法 这么好 既然 为什么祖师会讲万能修万能取 这是祖师讲的 保证往生极乐世界啊 为什么会那么好啊 就是因为他计数 就是因为他计数 不得不让我们的念头啊 一定要转成佛号 所以诸位老福长 你再怎么样 一定要把十念法 变好 如果你真的想去极乐世界 我衷心的祝福大家 因为有很多老人 临终 他不是念阿弥陀佛 他是念他放不下的人事物 有的呢 一天到晚 虽然念佛 但是呢 一边念佛 一边回忆过去 打妄想 打太多 到最后啊 老人痴呆症 忧郁症 烦恼一大堆 为什么 妄念根本就止不住嘛 平常老人家听经就少了 对不对 你们听经很多吗 那么你们听经少 难道你们都没有牵挂忧虑烦恼吗 有啊 就因为说 大家年纪大了 知道生老病死苦了 然后呢 欲望也少了 也不能再求什么了 那么现在大家都有福报了 天天可以随时随地念佛 家人都大了 对不对 房子有了 三餐无忧了 但是呢 念佛念不好 为什么 那个念头 他会自己去想啊 想这一些 千万又律烦恼啊 所以 诸位 老扶上 们 忌述念佛 可以说是老人的旧情 我研究的结果 老人他就是很老实 他会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你告诉他念佛很好 他就是会一直念 可是如果他不忌述的话 他会一边念一边打妄想 甚至呢 一边念念到去睡觉 一开始念佛 好 然后打地中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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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跟着念 他就会 一直睡 听经也是一样 所以老人呢 他体力衰落 脑力也衰落 如果啊 还不提醒他的念头 专注在佛号上 我跟诸位长 老人要往生很难 非常难 因为他连十念毕生 他都做不到 我们试验给大家看了 大家一落佛 你就知道了 你半个小时 你错了几个 好多好多 那实验毕生难吗 五岁半就会 八十七岁也会 只要你好好训练 没问题的 啊 没有问题的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认真学习 我们今生啊 同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呢 不可掐出 唯凭心计 我们再看底下的内容 底下教我们怎么样 嗯 技术很容易啊 嗯 若十句直记为难 或分为两清 意思就是说 一次 念十三佛号 当然难记啦 你不要说 我们老人家了 连年轻人都没办法 我跟诸位讲 不要说年轻人啦 你就算叫一个博士来 一次念十三 每一次念佛 都是用十三佛号念 他也会告诉你很难 真的不好记 我们有一个年友啊 他就是一次用十三念佛的 我就说奇怪了 我们都不好记 为什么你很好记 结果后来啊 他是这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啊 他自己会冒一个一 他那个佛号自己会一个一出来 阿弥陀佛 两声对不对 他会冒一个二 阿弥陀佛 他自己会冒一个三 那他还是手术啊 所以他还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 他每一次都不会错啊 算是很不错的啦 但是我告诉他 但是你那个佛号里面还有一二三啊 那我的呢 我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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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一二三啊 但是我知道是第三声的 这叫技术 阿弥陀佛 但是呢 我们是更色心 阿弥陀佛 当然啦 如果你要是数数 总比善念好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还是有一个技术啊 他还是有夹杂 我告诉他 那么大家喜欢共修吗 夹杂更多 阿弥陀佛 有一个隐庆啊 还有一个沐鱼 共修的时候 还有沐鱼 也夹杂沐鱼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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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不是有一个 也是有一个地中啊 还有一个节奏 那个也夹杂 不是啊 那个是方便去计数啊 他是方便你念佛的 帮助你念佛的 但是呢 由于这一些 用沐鱼 用地中 或者呢 用节奏 这种方法 我们试了很多年了 我们的妄念有没有止住 叫你一次念师生 你有把握没有妄念吗 没有办法 妄念一大堆 都念了几十年了 对不对 所以说 因为念佛 念了那么多年不得力 妄念都止不住 所以呢 我们看到祖师的 这个十年法 虽然他是技术 但是他的心呢 我们这个心呢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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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是第三证 但是我们念的都是佛号啊 他并没有夹杂其他的 诸位同修 重点是什么 他可以完全把妄念 转成佛号 这个就非常妙了 不可思议的 色心 这个叫做不可思议的色心 所以祖师讲 这是最究竟的 最色心的 念佛方法 祖师也说这个方法很妙 为什么 因为他可以把所有妄念 转成佛号 如果你能转成佛号 那么我们十念必生愿 你就可以达成 对不对 所以我才告诉大家 这个十念技术法 它就是十念必生愿的练习法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所以你一次 十身佛号很难记 你就分成两次 两段 第一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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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五 第二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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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十 分两段 如果你两段又很难记呢 那你就分三段 第一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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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三 第二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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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到六 第三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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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到四 这个我们试过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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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4,阿弥陀佛5,阿弥陀佛6,阿弥陀佛7,阿弥陀佛8,阿弥陀佛9,阿弥陀佛10 如果是这样不需要分两段,也不需要分三段 直接一次念十生,OK,因为太简单了 但是色不色心,不一定,因为简单 所以呢,妄念还是一大堆 那么你把它分成两段或者是三段 你不要数数,而是技数,它是简单又色心 简单不色心,那个不行 简单又色心,那就OK了 你看,分成三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简不简单,简单 5岁半就会了,色不色心,色心 为什么?你打一个妄想,你就记不住 不要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边用实练法念佛,不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诸位同修,我们 为什么要教大家用实练法 因为我们太会想事情了 白天,你自己想想看,自己想多少事情 想过去 想未来 我什么计划,我什么策划,我希望 我跟诸位讲 学佛久的同修,你会发现 我们今天讲 这个世界 只有真理 才是真的 其他的 真的是梦幻泡影 我希望怎么样 年年十八岁多好 我希望怎么样 永远平安多好 我希望永远长寿多好 希望,希望,希望 到后面呢 愿望 我愿望什么 求佛菩萨给我这个愿望 然后呢 到什么望 到最后失望 你会失望的 世间无常啊 哪里有一个永远的什么东西 除了真理之外 其他的人事物都是生灭法 人有生老病死啊 动物也是这样啊 植物呢 生住易灭啊 会花开花落啊 矿物啊 房子就是矿物啊 它会倒塌的 连地球都会爆炸了 星球都会爆炸 时间的问题啊 所以这个世间 哪里有一个永远的物质呢 没有啊 所以最后你会失望 然后到什么 绝望 你会绝望的啊 所以大家都希望 事事事如意 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如意啊 你知道真理就如意了 真的有一个道理 可以让你达成 那就真的如意了 顺境 念阿弥陀佛 你如意了 为什么 因为你清静啊 你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 你消灾了 消什么灾 你消贪心的灾 你消愚痴的灾 顺境大家都贪心啊 哪个不贪心啊 你的工作 一个月 如果让你有个机会 一个月 五万块美金 高兴死啦 我希望永远有这个工作 永远吗 你就希望你的公司不要倒 你看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公司 可以超过两百年的 不要说两百年了 五年就倒了 是不是啊 所以顺境贪恋 你不念佛 你是念什么 念贪嘛 很简单嘛 你不念佛就念贪了嘛 只要是顺境 就很容易了 然后吃 吃也是一样 你看现在男女谈恋爱 都会讲啊 我永远爱你 你千万不要被骗 他心情好 他永远爱你 他心情不好啊 改天的 我恨你 我永远恨你 你也不要被骗 为什么 他心情不好 改天心情好 又爱你了 他都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无常 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他自己无常啊 他那个是妄念啊 妄念 不是真心啊 把妄念转过来 觉悟了才是真心啊 用妄念 来处世待人见悟 那怎么可能是永远的呢 那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如果有人说 我爱你 你听听就好了 点点头 我恨你 你也点点头 就好了 为什么 他不懂嘛 他不懂真实现象嘛 像很多人啊 勇欲爱河啊 什么海枯石烂啊 什么三世夫妻啊 永远在一起啊 都不会死啊 怎么永远在一起啊 那死了的话 不就随 随个人的业力去 去轮回了吗 怎么会在一起呢 真的要在一起 要去极乐世界嘛 这个才是事实的真相嘛 这个才有办法永恒嘛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不要去 修那个假的佛法 要修真的 永远的嘛 所以有很多同修啊 虽然学佛了 但是他还是放不下 这个爱情啊 那个不是永远的嘛 真正的好 真正的爱护 真正的关心 是要帮助对方去修行嘛 去觉悟嘛 去成佛嘛 是不是 不然你说你爱他 你看到他去轮回 去受苦 去受难 你说你爱他 骗人的 真正的爱 是帮助他去修行 帮助他去成佛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知道 要帮助 我们的家人 甚至 我们的眷属 甚至 我们的亲婆好友 乃至于 一切众生 冤亲在主 一切祖先 十方鬼神 你要帮他在顺境当中 不要贪 不要吃 还能解脱 还能了生死 在逆境当中 他不会生气啊 那念佛就行啊 顺境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念贪 也没有念吃啊 我们是念去极乐世界啊 逆境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念称慧啊 我们念阿弥陀佛 去极乐世界啊 那就是顺境消贪吃的业障 逆境消称慧的业障 那么贪嗔吃是轮回 是灾难 是烦恼 是忧虑 是牵挂 是苦 是恶道 那么如果你一心念佛 贪嗔吃就全部转成佛号了 那不就是什么业障都消了吗 什么灾难都消了吗 什么轮回都消了吗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这个佛号 如果你念了 但是呢 你放不下怎么办 叫你寄述念阿弥陀佛 你就一定要 念贪嗔吃 念轮回 放不下啊 哦 如果是这样 我跟诸位讲 那要看破 那你就要看破 所以发愿要去极乐世界 你必须还要真正看破才行 我教大家 几个修行的方法 第一个 修梦幻泡 当然啦 你不要像刚刚我讲的那个法师 是这样 他还是没有念到家 梦幻泡影啊 要弃入这个境界不容易 但是呢 要看破这个世界 让我们专心 能够暂时的念阿弥陀佛 那这个倒是没问题 我们不要说断烦恼了 服烦恼 这个倒是没问题 我跟大家讲 我们净空老法师 讲解的金刚经里面 他是怎么样教我们的 我们就按照净空老法师教的 他告诉我们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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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